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的72小时 黄金救援期已经过去 随着死亡人数已经冲破15000人 受困瓦砾堆下的灾民生存几率 看似已经越来越渺茫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也承认政府的救援机制 在地震发生后确实存在滞后情况 他承诺救援队伍目前已经在积极抢救 并承诺不会有人被落下 画面中是土耳其地震后 各个城市因为地震造成不同程度 破坏的卫星图像 从本周一2月6号凌晨4点17分 我国时间早上9点17分左右 土耳其东南部发生第一次的 7.8级地震开始 救援行动至今已经踏入第四天 也就是说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 已经过去了 截至今天早上 土耳其死亡人数已经跃升到 12873人 已经饱受内战奴隶近12年的叙利亚 至今也有超过3000人死于地震 面对民众排山倒海般的止灾 这给即将在今年5月14号大选 寻求连任的埃尔多安总统 带来执政2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 他星期三在视察灾区后 接受访问时坦诚 政府救援机制在地震发生后 确实存在滞后情况 救援行动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导致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 不过当局目前已经积极投入住灾工作 以及将那些依然受困瓦砾堆下的民众救出来 他承诺要救出每一个人 一个都不会少 不过正所谓靠人不如靠己 随着越来越多海外国家派遣住员团队 专家小组和救援物资赶到灾场加入救援行动 但是土耳其和叙利亚境内各个省份 数万民众也都不遗余力 自愿加入搜救行动 众业挖掘争分夺妙 在废墟中找到幸存者 毕竟酷寒天气加剧了救援工作的难度 灾临存活的几率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能够成功做到一个算一个 不过除了救援工具短缺以外 寒冷的天气也给救援工作 带来了许多挑战 历经两次超过七级的抢阵后 土耳其东南部再发生了上百起超过四级的雨震 许多民众都宁可待在室外 而不是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建筑物内 画面中是土耳其南部 其中一座受灾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 大批幸存者流离失所 他们在大街上席地而坐 由于灾需的手机信号非常微弱 许多人试图与亲属取得联系 也都不得其所 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